大家好,欢迎来到ApacheCoin的中间键主题 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个分布式的作业调度解决方案,Elastic Job 在7月份的时候,Elastic Job发布了3.0的第一个正式版 这也是Elastic Job成为ApacheShadingSphere子项目之后的第一个正式版本 本次分享我将给大家介绍Elastic Job它所提供的能力 以及Elastic Job在3.0版本所带来的改进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吴韦杰,是ApacheShadingSphere社区的Committer 目前是SphereEX的中间键工程师 平时主要参与ShadingSphere和Elastic Job的研发 也是本次Elastic Job3.0版本的Release Manager 负责了3.0版本的发布工作 刚才也说了,Elastic Job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作业调度解决方案 用一句话去概括它就是它能够在分布式的环境下 让作业调度具备水平扩展和高可用的能力 这里大致列出了一些Elastic Job的特性 像弹性调度,这是通过分片的方式去实现的 这种方式让作业能够水平扩展 扩展之后就可以提高这个吞吐量和执行效率 而且这种水平扩展它是实时的,可以弹性伸缩的 资源分配这块主要是Elastic Job 它能够在作业需要执行的时候再去分配合适的资源 比如我作业出发的时候,我才去启动这个作业的进程 平时不需要调度的时候,作业的进程它是不会运行的 作业治理这块主要包含了故障转移 自动诊断修复等一些能力 这些能力都是提高这个作业可用性的关键的能力 像作业开放生态就是本次Elastic Job 3.0 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大的改进之一 这一改进大幅提升了这个框架本身的可扩展性 而且借着这个生态,开发者可以打造更加贴合自己业务场景的这个作业逻辑 还有Elastic Job也提供了一个UI的界面 这个界面方便进程和作业的管控 也便于像开发者或者一些不太懂代码的人员 比如有测试人员他要去操作这些作业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UI去进行 Elastic Job从15年开始由当当开源 在去年6月成为了Shading Sphere的紫项目 在这6年的时间里 Elastic Job的Giha仓库是累计收获了7000多的Star Fork 3000多次 有至少84位的Contributor参与了贡献 而且目前在Giha Issue上登记使用了Elastic Job的公司有至少83家 介绍一下Elastic Job的架构 Elastic Job是分为Lite和Cloud两个相互独立的紫项目组成的 左边这一块是Elastic Job的Lite Lite它是一套Drava写的SDK 它的调度器和执行器都在业务的进程内和业务代码是放在一起的 然后多个进程之间它是通过一个注册中心去协调的 右边这一块是Elastic Job的Cloud 目前的版本的Cloud是基于Methos去实现的 相比Lite的话 Cloud它是有一个资源管理 有作业分发 以及它的不同的作业 它是可以在进程级别的隔离 就是基于Methos的话 Cloud的作业它可以 可以在只有需要执行的时候 才去启动这个作业的进程 这个和K8S的那个Chrome Job其实有一些相似 中间这部分就是Elastic Job 3.0版本所形成的一个开放的作业生态 像作业执行器 这个错误处理器 分片策略以及这个作业的执行跟踪模块 都从内核中结有了出来 全部都重构成了开发者可以自行扩展的模块 如果有开发者他开发了一些比较通用的模块 他可以通过提交一个PR提交一个模块的方式 把自己的代码分享出来回馈社区 以后分享的人多了之后 这个Elastic Job的作业开放生态肯定就会越来越繁荣 Elastic Job的UI它除了可以管理作业或者进程 它也可以连接数据员去查询这个作业的历史执行状态和记录 就是考虑到Methos的现状和这个Cloud的复杂度 后面的讲解我都将以Elastic Job和TheLite为主 这是Elastic Job的Lite的加构图 左上角这一块是业务应用 Elastic Job它就是一套Drava写的SDK 它和业务代码是放在一起的 右边这里大概就是Elastic JobLite内部的执行逻辑 一个作业它在首次启动的时候 它需要向注册中心去写入一些作业的配置 以及它当前所在的节点的信息 比如IP和PID之类的信息 在Elastic Job的Lite内部 作业触发它是通过Clause框架实现的 Clause是Java领域比较著名的一个开源的调度工具 就是到了作业的触发的时机 各个节点之间它会通过注册中心去选举出这个Leader节点 由Leader节点去完成分辨操作 当然这个选举和分辨它并不是每一次运行都需要 只有在作业的配置发生了变动 或者是作业的节点数量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才会去触发这个重新选举或者重新分辨的操作 分辨之后各个进程 它就按照自己得到的那个分辨去执行这个作业逻辑 作业的执行状态和记录目前是提供了一个tracing 就是执行跟踪模块可以将执行记录和状态写到数据库里 也可以把作业的执行打到日志中通过ELK之类的工具去采集 像Listener这一块的实现是借助了ZooKeeper的Watch机制 像重新分辨Failover就是故障转移 这些功能它都是通过这个Listener去实现的 Elastic Job的管控端在左下角 管控端它不会直接和作业进程去通讯 而是会直接去连接这个注册中心 从注册中心去读取或者写入这个数据 从而获取作业的作业或者进程的信息 如果有一些操作 比如要手动去触发作业操作 或者是要禁用节点对节点做下线操作 都是直接写入数据到注册中心去实现的 管控端这块它也可以直接去连接这个数据源 因为它是基于OpenJPA的方式 所以它可以支持多种数据源 然后连接数据源之后 它就可以查询作业的历史状态或者执行记录 以上就是Elastic Job Lite的大致架构 下面我将详细介绍一下Elastic Job关键的能力 这里我将介绍一下作业分片 看一下这张图 比如我们开发并配置了一个分片数量为3的作业A 然后启动了两个进程 进程0和进程1去调度这个作业A 作业在首次启动的时候 Elastic Job会将配置以及节点的一些信息写入到注册中心 然后通过注册中心去选举一个Leader节点 由于这是一个刚刚注册上线的作业还没有分片 所以Leader它会向注册中心去写入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需要分片的标志 在作业触发的时候 Leader在检测到这个需要分片标志存在 所以它就会根据我们所配置的一个分片策略 去完成分片操作 Elastic Job的分片功能 它是支持实时的去弹性伸缩 就接着上一张图所举的例子 这里我们有一个三分片的作业 在进程0和进程1上去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出于可用性或者是运行效率上的一些考虑 我们决定再去增加一个进程2或者进程3去调度这个作业 进程2和进程3注册上线之后 Leader节点他的Listener就会接收到 有这个新节点注册上线的事件 然后Leader就会向注册中心去写入一个标志 就是表明它需要分片 这个分片的操作是等到下一次作业去触发之前才会去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节点上线的时候作业正在运行 这个上线的操作是不会对正在运行的作业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下Failover 就是故障转移的这项能力 这也是Elastic Job比较关键的一项能力 看一下这张图的例子 这里有一个分片数量为2并且开启了故障转移能力的作业 在两个进程 进程0和进程1上调度 这个作业每小时的整点运行 其中进程0和进程1它分别去负责这个分片0和分片1的运行 到了15点整的时候 两个分片它同时开始运行 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进程1可能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挂了 这时候分片1它还没有运行完 进程0它在正常运行完这个分片0之后 它会向注册中心去查询 是否有分片需要补偿之行 然后这个进程再检测到它分片1需要故障转移之后 进程0就会开始去补偿执行这个分片1 这种故障转移的方式就是 进程0它干完了自己的活之后 它会主动去注册中心询问是否有分片需要帮忙执行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再看一下这张图 这里还是一个每小时整点触发的作业 分片数量为2 然后我们启动了三个进程去调度这个作业 因为进程的数量它比分片要多 所以这个进程2是没有分配到分片的 就如果这个环境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这个进程2它会一直是保持一个空闲的状态 就是一个备份 到了15点整 这个作业触发 运行了一会之后 进程1它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挂了 这个分片1的执行就中断了 进程2它通过注册中心实现的这个监听机制 它能够感知到这个进程1下线了 但是进程1它手里还拿着这个分片1 所以这时候进程2就会认为这个分片1是随着进程1挂掉了 再加上进程2它本身是空闲的 所以它就会立刻去补偿执行这个分片1 这种故障转移的方式就是通过冗余了一个进程 在执行分片的进程当机之后 这个备份进程它会立刻去补偿执行分片 故障转移功能 还有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 就以上一张图的作业为例 有三个进程它去调度一个分片数量为2的作业 如果开发者它实现的作业逻辑是能够支持断点续传的 比如做修改数据的作业 它不是在一个大的事物里进行 而是随时修改随时提交 或者一些其他的作业逻辑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分片1它被补偿执行的时候 它不需要从头开始去执行所有的逻辑 或者它不需要从头开始去修改所有的数据 最后的结果就是执行分片1 它所花费的这个时间 就能够和不当机的情况比较接近 以上就是对Elastic Job故障转移功能的介绍 当然开启故障转移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 就是开发者在实现这个业务逻辑的时候 需要保证这个业务逻辑它是密等性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Misfire的能力 这项能力是在作业它错过了这个触发时机之后 它可以去控制这个立刻补偿执行的能力 看一下图片的例子 这是一个每小时整点触发的作业 在15点的时候 可能由于网络抖动或者是作业要处理的数据量比较大 这个分片的执行时间它超过了一个小时 由于在Elastic Job的内部 它同一个作业是不能叠加运行的 这就导致了原本它16点应该触发的作业 错过了触发的时间 如果开启了这个Misfire的能力 它原本计划16点触发的作业 它会在上一轮的作业执行完毕之后 立刻开始去执行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个Misfire它最多只能补偿执行一次 就说如果这个作业它错过了多个触发的时机 它最后也只能立刻去执行一次 前面介绍了Elastic Job的一些关键的能力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套的UI的界面 Elastic Job是一套SDK 它面向的是开发者 所以为了这个方便作业的管控 比如为了方便测试人员去查看 或者操作这个作业 就可以通过Elastic Job提供的UI去进行 UI界面它提供的能力是比较全面的 比如作业管理 它能够查看作业的状态 也可以在页面上去修改这个作业的配置 也可以去手动去触发这个定时作业 定时任务的调度 也可以对一个作业进行启用或者禁用 或者下线的操作 也可以对作业的某一个分片去进行这个禁用操作 在作业进程的管理方面 在连接注射中心之后 这个页面它可以查看到注射中心内里面所有的这个作业进程 可以对这个进程去做这个停用或者下线操作 除了作业和进程的管控 UI这边还提供了连接数据源的能力 连接数据源之后就可以按照一些条件 比如时间条件去查询这个作业的历史执行状态和执行记录 总之这个UI界面是基本涵盖了Elastic Job的功能 Elastic Job它为作业调度提供了这种水平扩展的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可以怎么去使用呢 这种就下面这里有一段代码是大致展示了 业务代码怎么可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分片的能力 比如我现在有一段业务代码是基于这个Data Flow类型的作业去实现的 在这个Shading Contest里面 我们可以获取到这个作业的分片总数 以及当前这个这个节点执行的是哪一个分片 就通过这两个信息 我们在数据库去取数据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用ID去取模的方式去分片 让作业这样子做这个作业它就具备可以水平伸缩的能力 当然这种方法只是Elastic Job使用方法的一种 就因为这是一套SDK 它们有一种比较固定的使用模式 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开发者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 开发者可以自行去探索发挥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Elastic Job 3.0版本所带来的改进 在原来的2.1.5的版本 内置的三种作业执行器 像simple dataflow以及script类型的作业 它是直接写死在代码里的 就是说如果传入的参数它不是这内置的三种类型 代码会抛出异常 这样子在旧的版本是没有办法去扩展这个作业的执行器的 在3.0 作业执行器提取出了一个顶层的job item executor 其中又分为了class和type两种类型 具体的实现都是通过Java提供的那个SPI的机制去注入的 原本的simple job和dataflow job它都属于这个class类型的作业执行器 这类执行器是需要开发者去编写对应的业务逻辑才能够使用的 原本的script类型以及在3.0版本新增的这个http的作业执行器 它都属于type类型的作业执行器 这类作业执行器它的使用是以配置的方式为主 就是开发者去提供这个 在配置作业的时候他可以提供这个配置 提供参数 然后作业执行器他会读取这些配置和参数 去完成这个作业的执行 如果说开发者想要扩展更加符合自己业务场景的作业执行器 他可以去实现这个class的接口或者是type类型的接口 然后通过SPI的方式去声明自己自己所写的那个实现类 就可以在作业调度去使用自己做可以使用自己的那个作业执行器 当然如果大家实现了一些比较通用的作业执行器 也可以向社区去提交一个PR提交一个新的模块 一起去扩充这个elastic job的作业开放生态 在3.0作业的触发方式将不再局限于使用chrome表达式的定时任务 这里新增了一个job bootstrap的接口 它下面有两种实现 这个schedule job bootstrap 它就是原本基于chrome表达式的那种作业启动器 one-off job一次性的启动器是本次3.0新增的 就在代码在代码中去每调用一次这个execute的方法的时候 elastic job的集群它就会被触发去执行这个作业 一次性的调度它的实现其实是依赖了这个注册中心去实现的 因为要在一个进程内去去调用方法去实现 触发多个进程去执行这个作业 肯定是少不了这个注册中心的协调 在调用了这个execute的方法之后 这个节点它会向注册中心去写入一个trigger的标志 就是其他进程的listener 他在接收到这个trigger的标志之后 就会去执行这个作业 这种实现的方式其实就是跟在UI去点这个手动触发任务 的实现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就在3.0之前其实也可以借助elastic job提供的life cycle 模块去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在3.0就为这种手动触发的作业的 这种手动触发作业的方式 去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API elastic job 3.0重构了大量的模块 将大部分的内容从内核中去抽离了出来 再结合了drava的SPI的机制 打造成一个可以扩展的作业开放生态系统 在3.0版本中 现在是预制了一个全新的http作业执行器 在这个作业的测误处理器方面 还预制了开箱即用的邮件通知 或者钉钉通知或者企业微信的通知 在作业的执行跟踪模块 数据源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MySQL 新增了PostgreSQL Oracle等多种数据库的支持 就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这些新增的内容 其实都是在3.0的版本重启之后 由社区的同学们去贡献的 就是说在未来这种作业开放的生态 肯定会越来越繁荣 在3.0版本中 还增加了一个官方的Spring Boot Starter支持 目前是在Lite方面 可以使用这个Spring Boot Starter 通过YAML或者Property 或者Spring的其他的配置方式 再结合对应的component注解 就能够去启动这个作业并调度 目前的Starter是指支持 在这个配置文件去编写这个作业配置 就在未来的版本 我们还将计划去能够使用注解去配置这个作业 以上这些就是3.0版本主要所带来的改进 最后我还要介绍一下 为什么Elastic Draw能够重启 并成为Apache Shading Sphere的子项目 Shading Sphere提供了一项弹性迁移的能力 叫做Shading Sphere Scaling 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原本有一个项目是使用了Shading Sphere 将数据分成了两个库 做了一个二分库 后来随着这个业务规模的扩大 可能这个二分库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我们需要将这个数据扩容到三分库或者更多的分片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原本的数据去进行 按照一个新的分库分表的规则去进行迁移 Scaling的迁移作业它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是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如是数据员的检查 存量数据的统计 还有准备一下迁移任务并做拆分 在迁移任务准备完成之后 就开始执行这个第二的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是存量数据的迁移 存量数据的迁移就是通过JDPC的方式 会直接去读取原来旧的数据集群 然后根据新的规则将数据写入到新的数据集群中 由于在这个存量迁移数据的过程中 旧的数据集群它是不停积的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有这个业务操作 就可能会有新的业务数据产生 第三阶段去做的就是对迁移过程中 所产生的这个增量的业务数据进行迁移 当增量的数据去迁移完毕 就会进入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就是规则切换 将业务数据的流量 从旧的数据集群导向新的数据集群 数据迁移它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作业 就尤其是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 或者是分片数量特别多的情况 scaling本身需要去具备这个能够水平扩展的能力 它才能去保证自己迁移数据的这个效率 而是elastic drop它所提供的这个水平扩展和高可用的能力 恰好就是shading sphere scaling它所需要的能力 就通过elastic drop的分片将数据迁移的作业 它能够分散到多个scaling的实力去进行 这样是有助于提高这个数据迁移的效率的 elastic drop它是scaling的核心调度引擎 这也就是为什么elastic drop能够成为shading sphere子项目的原因 目前elastic drop的UI和本身的项目它都托管在github的apache的组织下面 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或者给我们点一个star 通过今天的分享就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说获 就是比如遇到有分布式环境的这个作业调度需求 能够想起elastic drop它所提供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